非洲东部今年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与饥荒 不止当地的人民缺水缺粮食 也有数以万计的动物因此倒了下来 尸体横躺在地面 场景看来相当触目惊心 当联合国以人道救援的方式提供非洲人民粮食、饮水 希望能缓解饥荒带给他们的痛苦 也有人正持续地帮助动物们 每天远从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运送水源 希望因人类造成气候变迁的苦果 不要让无辜的动物们来承担 住在肯亚南部小镇的农民姆瓦卢 从2016年底开始 开着一台水车 每周四到五天 到邻近的西茶沃国家公园给动物们送水 他说十多年前曾演见一场大汗 让国家公园将近四成的动物 因为没水喝而渴死 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一次他看到一头水牛 对着干涸的水坑闻着 很明显是想要找到一口水喝 但是别说水坑里了 周围数公里内一滴水都没有 他被这样的场景震撼到 心想如果是我 一定会想办法开着车到其他地方找水 但是动物没有办法这么做 从那时候开始他发誓要帮助这些动物们 所以用了自己的积蓄租了一台水车 每趟载着一万公升的水到公园 就算这样一趟成本要花到数千元台币 他还是觉得很值得 久而久之 摩瓦鲁仿佛成为了这些野生动物们眼中的救星 只要水车一到 动物们就主动靠了过去 摩瓦鲁说 他从小是这块土地长大 经验见证气候变迁对于当地带来的影响 人类破坏大自然环境造成气候变迁 是我们自己种下的因 他希望可以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 解救这些什么都不知道 也无法自救的野生动物 这样的一举在透过社交平台传播 全球媒体的报道后 感动了世界上许多善心人士 对摩瓦鲁捐款 现在摩瓦鲁成立了信托基金 利用这些捐款 改善了国家公园里动物们的饮水问题 他买了水车 并在公园内挖了许多水坑 希望下雨时水可以有效率的集中 同时也盖起一座又一座的太阳能水塔 更有效率的提供给动物们充分的水源 不仅如此 由于摩瓦鲁居住在国家公园附近 周围许多农场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引来野生动物如大象、水牛过来抢食 反而造成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 最后摩瓦鲁决定种植向日葵 他说大象不吃向日葵 而且向日葵种子还可以榨成葵花籽油贩卖 榨油后的残渣可以当成饲料喂食加畜 同时向日葵还能吸引蜜蜂 所以他要盖了养蜂场 摩瓦鲁说向日葵保护蜜蜂 也可以让野生动物因害怕蜂群而远离农场 达成双赢的目的 摩瓦鲁的例子告诉我们 只要有心 人类还是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中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不仅拯救生物 也让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永续发展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